这一次的话大家愿意走吗 有几个愿意走的 发的那么老远 孩子都跟那上学 工作的 还那么老远干嘛 给钱给多少钱 不够买房子去 怎么走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山家行 在安平县遇见这位大妈 聊起了腾退的问题 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吧 腾退了吗 来记录一下 太北这边 一会儿没了 不会没 那您这算是 算那个范围之内吗 不是 我们私房 哦私房 这都是私房 对 私房不在范围之内 哪天呢 哦 中房的晚的私房 那私房 反正您老百姓都 您这单独医院 好几间的 在这儿竹签的就我医儿 哦 哦 那也行啊 就您一人就在医院 孩子都在这 哎呀 那挺舒服的您 多棒啊 这小医院 算这 那这一次的话 大家愿意走吗 有几个愿意走的 发的那么老远 孩子都跟这儿上学 工作的 还那么老远干嘛 给钱给多少钱 不够买房的钱 怎么走啊 愿意一窝都不如一窝 早先的拆钱给多少 对啊 那就那有几桌 都给你们轰走了 不给钱 那叫什么 全都给蒙了 房管局都都给批了 都给他们了 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次连价钱多少都没写 那工作上面价格都说 说多少都没有 就需要 说是有多少 你20米房子能给多少 200多万 在那买什么 还有11 你有20平米 你没有呢 还有十几米的房子吗 对 够干嘛的呀 那是不是越换越大呀 应该 是不是改换条件呀 现在不够那个房子 你不够买房子 前怎么走 再说都是挺大岁的 有几个年轻的呀 走不都是老子走的 五六环境了基本的 那不是丰台那俩家园 那小儿西游法街 我老子家都在西游法街 我说了几个 我老子家瘦水盒 瘦水啊 头发骨头 啊 头发骨头 还有同事在呢 还有哥哥的同事都在呢 姥姥姥姥姥姥姥家 现在还在吗 现在搬了也来应当园去了 还行吧 那当年成的还行吧 还行 还都紧 现在也越成的 我母亲就在学校医院那 我们在西游法街 西游法街就打马路 边上西太平洋 你知道吗 都知道 那个东太平洋 换煤气站 都知道吧 我们家住这边 住西太平洋 这边是东太平洋 我母亲就搬到学校医院这 一站地 很方便 自己摊了 骗了几千块 三千块钱 买了一套四十万 在宣武那个三居室现在 一层 完了呢 自己花了三块装修 那会儿便宜 那会儿便宜 对 合适啊 现在上哪儿 我先走了 好嘞 谢谢您 谢谢您